今天珍奇豆豔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奇珍異果 對不對 到底妳今天要跟我們 介紹什麼異果呢 是喔 來 介紹一下 我們家的頂級綜合堅果 綜合堅果 它裡面就是都是挑選 自己愛吃的品項 然後去請朋友幫忙 全程低溫烘焙拜光 那妳一定不知道堅果有主題曲 好 妳說 我告訴妳堅果的主題曲就是 堅果咧 堅果咧 好冷 好冷 我被謝老闆這麼早說好冷 好啦 沒有 那還是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堅果我也常吃 綜合堅果一整桶對不對 那這個有什麼特別之處 有 我們家的堅果除了就是說 自己挑選都是頂級的品項 對 它裡面內容物有核桃 核桃 葡萄 巴西真果 巴西真果 對 還有 都常見 巴西真果就是開心果對不對 不 巴西真果是這個 對 好特別喔 這個 通常這個叫巴西真果 看起來像大蒜一樣的 是的 巴西真果 杏仁 雙子 腰果 杏仁 雙子 腰果 杏仁 雙子 腰果 是的 那因為它是原味 我沒有加鹽加糖 所以我就是配了一些果乾 對 就是黃金葡萄 還有一般的葡萄乾 還有蔓越莓 還有中東野藻 所以它的口感層次很豐富 等於說有鹹有甜對不對 對 你不會覺得單調 那還有就是要告訴朋友 就是盡量你會選擇堅果 就選擇低溫烘培的 低溫烘培跟高溫烘培 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有 我們常常被我們自己的口感 或是味覺給誤導了 大家就覺得酥酥脆脆的好吃 對啊 可是因為它是高溫烘培 所以你的油脂 堅果的油脂都流失 因為我們知道 堅果萃取出來的油 是最好的油對不對 是 它的不飽和油脂 所以對心臟血管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不飽和脂肪酸 低溫烘培其實它只要時間拉長 它的口感一樣可以很好 但是那這樣子說起來 低溫烘培是我買這些堅果 回到家 我就可以自己做烘培嗎 你不用那麼麻煩 你要跟我買就好了 不是啦 我跟你講 因為有些消費者他就想說 那假如是低溫烘培的話 我家裡面有烤箱啊 可以... 其實是可以的對不對 你可以設定在100度以下 100度以下 780度 如果低溫烘培 它不易有油泡味 那當然它也不是說 無限制保存 對 低溫烘培即便是 你也要放在冰箱冷藏 我建議 所以就算是低溫烘培 也要放在冰箱 對 它可以保鮮 因為這種天然東西 它容易氧化 對 所以你可能在一陣子 覺得來不及吃完 它的口感就沒那麼酥脆 但是油泡味它可以避免 因為它不是高溫烘培 所以我們要當聰明的消費者 記得吃堅果要選 低溫烘培的 保持所有堅果的營養元素 對不對 對 那堅果真的要多吃 為什麼 它的 我一直講 它的油脂 其實是生活一般的公務性脂肪 其實它對我們的心臟血管 非常有益處 對... 所以每天酌量吃一點 對 有益無害 好的 太棒了 有益無害